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云霄飞车又被称为过山车 是许多美国家庭节日最爱的娱乐 因此这个节日设立的目的 就是要赞扬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设施 云霄飞车是一种常见于游乐园和主题乐园的游乐设施 而最早的云霄飞车是在1865年 由重力加速度支付Lamarcus Adna Thompson所注册的专利技术 这个灵感源自于俄罗斯的雪橇活动 虽然云霄飞车感觉惊悚恐怖 但事实上是非常安全的设施哦 根据六骑魔术山乐园的调查显示 达成云霄飞车的事故率小于2亿5000万分之一 死亡率更是低于15亿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加州的六骑魔术山乐园 拥有全世界最长的木制云霄飞车 名叫扭曲的巨人 全长1.5公里 而高度将近12层楼 惊险又刺激 爸爸妈妈不妨趁着这天 带着全家一起去体验吧 又有小主播Stephanie 诺山姬报道